西蒙和巫统两大阵营密谋在大选之后 联手组政府的消息甚嚣尘上 随着西蒙多名领袖出面驳斥传闻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宁也否认要和巫统合作 强调西蒙只有一名首相人选 那就是西蒙公主那都司令安华 不过他也坦言 这场大选对西蒙来说 最大的挑战就是投票率 迈入竞选期 各政党马不停蹄展开竞选活动 西蒙昨天晚上就在槟城华人大会堂 举办了冰中火箭第一场政治讲座会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演讲时 反驳西蒙和巫统没来也去 有意在大选之后合作组政府的指控 强调人民想要的是稳定的政府 没有内乱没有贪腐 他还调侃国阵在首相人选上举棋不定 反观西蒙的选择坚定如一 我看到一个报道 好像要困水摸鱼 把整个政绩弄外 做有什么政治洗牌 我说希望你们 大选过后 如果没有一个政党 能够有多数的意思 我们会跟这个武统 跟希望你们有合作 我现在有合作了 没有的 我们的首相人选 就是安万国义 武统的首相人选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口头讲伊斯坦沙布里 后面是沙汀阿比利 敌对阵营同事操歌 林冠英喜闻乐见 因为这让西蒙的选情转好 但他坦言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就是这场语气选举的投票率 但是我要很坦白 我们很担心 虽然我们说 距离拉近了 胜算选情好转 但是我们还要最后的冲净 就是最大的障碍 就是投票率 他们可以鬼打鬼 他们里面可以内容 可是他刺定你 因为他说 他也调侃政府 口口声声说 通货膨胀已经受控 可是国家银行 日前就调升了隔夜政策利率 显然就是在打脸政府 他认为 如果通膨已经渐缓 为什么国行还得用 升息抗通膨这一招呢 林冠英也强调 滨州火箭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打造如今繁华的滨城 回看西盟入主不成 只有短短22个月 根本来不及实现惠民政策 可是如果选民愿意赋予西盟 多5年的时间 一定能够逐一兑现承诺 八度空间 陈欣怡 滨城乔治世报道 万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